夏天到了 看这一个 全都是一样热 但是是天上的热 之后两个月 才是更热 最热的时候 立下 小满 分别15天 这个30天 大概 因为中间有几分几秒 地球不是完全圆的 那么 经过了直到盲重 这个期间 经过了 节跟气 各15天 就达到了钱挂 自为天下第一挂 开天辟地 一个钱 天还在前 雄然一构能量 傲然而生 这是12消息挂的 4月 按道理我们 可以不拿出来 都不熟悉 但是 钱挂 捆挂 一定要熟悉 这个跟别的 有所区别的就是 除了挂钥匙之外 还多了一个 用酒 建群龙无手机 也就告你 每一个有 天道无极凶 全都是好的 看你怎么用 会用 就是好 挂死 圆恒立阵 从头到尾 无时无刻 就是这种 陈阳之体 出酒 前龙无用 就是 让你沉在底下 虽然你也很有能量 但是你仁为严轻 让你沉下来 不要冒头 九二 这个龙就陷了 见龙在天 或者叫见龙在天 立见大人 立见什么大人 首先是九五 你说这个阴阳 也不互补 但是它整个的能量团 是 自从道合的 所以 这个挂很特别 六三 君子终日牵前 西提若立 因为看他都没有急 没有凶 这个九三为止 就是下挂的 一个领袖了 一个制高点 每天在不断的努力 还是像以往一样 还要带领着下来 一起 还要警惕 因为你到了 一个小的极端 三多凶了 余上 你还是 不属 不要 尤其注意 这个 不要 公告外主 九四 获悦在冤无救 达到一个新的位置 尝试跳运 不管 是成 或者是败 也是自己的选择 也可以 准备好了 觉得 那不妨一试 要么 跳到深渊 掉了最底下 要么呢 一跃而上了 九五 飞龙在天 历见大 这个大人 一方面是指的 自己 以及 列祖 列宗 上天 最高处 都给他们 交代 一方面 也是 你要记得 功成身退 即使是你 帝王 也要 寻找好 下一任 培养好 接班人 九二 同为 立件大人 这个接班人 是九二 那么上九 抗路又毁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无极必反 最好的话 也不过如此 但是 你要记得 这个用九 完全的 在什么阶段 什么位置 群中无数 不是说凶吗 但是 你善于运用 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王 跟自己比 也 不求回报 不求什么 因为他纯养 积极向上 为公 无私 得出这种话 已经很难得了 但是记得天外有天 如果你求事业 为公 那是绝好的 如果求物质 女性 那没有